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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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年輕的 他說他爺爺爺 大陸走下來 很討厭共產黨 他父母其實都是五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出生 香港長大 我十年八年 香港長大 他說天天 怎麼會跟我們走孫 已經是從小到大 他的兒子 等到電視六點多 他真的準備起了慈禮 一天教他 他說普通話 他一定要愛國 一定要愛親黨 他爺爺爺爺爺 他们落在家里 都说她叫她cial嫁 老板事成60年代出生60年代 反而是这样 拨论你的头 要 disagreed 我现在六十年的岁没出生 没有经历过 就算不知道文革 因为我是孩子 到时我开始有套姓 有个女人都在 因此的我好像还会 可以 他就只是安静 我用一個最直接的小孩子的感覺 為何這麼噁心的國家的人 穿衣服全部是藍藍灰灰的女人的面無彩色 回到大陸第一次 煞有戒事 老母跟你說 千萬不要說什麼 於是你很害怕 一見到那些綠色軍套的人很害怕 你不會有好感的 從小到大 而他竟然說愛國 你說人多奇怪 是不是真的愛國 他爺爺爺爺爺不上去住 不是 現在不是 是去爺爺爺爺 我們朋友的爺爺爺爺爺 走下來的 在大陸 很認真共產黨 在香港生在父母 我們朋友的父母 現在都五六十歲 老父母就很生上去 誰知道父母在香港受教育 香港出生 老父母就說教他的兒子 現在我們粉絲的兒子 唱了國歌 又說美國 老父母就想到狼子野心 沒有中國 沒有共產黨 沒有中國 那麼小 那麼小的年紀 就算你說是男 當我十年了 但是我 都不會去到那麼極端 喂 你有沒有那麼極端 不是 跟我那麼長一年紀 你認識很多 快點搬走 不是 你認識很多 跟我那麼長一年紀是男的 但是沒有那麼極端 沒有那麼極端 很多時候 他有時候有些事情 要導致他 他身上都會屌下 是啊 不是 還有抖兩句出來 譬如 好像我老友 你也認識 那天他很不開心 我幹什麼 劉曉波這樣就沒有了 男人都很黑 那麼 如果要搖頭去 其實有些事情他不說 其實覺得要說 喂 寫兩句 最多你跟他爭論 就要死 要爭論的時候 就不能說 老實說 老實說 好像我的粉絲說 這些不是去到紅 是癡 不是癡 都算了 不是 即是 有些形容上的事情 譬如說硬件 你不要說我們 我們 美國人有些 去了反而大陸 都很不強 覺得為什麼人家 社會主義 反而特別是阻交 我們這些硬件 所以拜登就不知道 多少萬億出來 更新那些 facility 但是 不是這樣 大陸人都未必去到這樣的地步 不是 大陸人 這一陣子我們第六節 我會講鬼故 我不敢說 我是讀人你的鬼故 話說 星期六 星期六 阿楓上來 突然敲我的門 敲我的門 一進來 你知不知道 我怎麼想 我見到他殺人 看到大頭鬼 大家出了事 大家知道我告訴大家 爹 看什麼媒體 他說 不是 我是真的 不是 我不是 好像你這樣 是不是 因為傳得太厲害了 是不是算了 他說不是 郭博士說的 咦 郭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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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立即 我立即上去聽 我立即上去聽 但是很狡猾 郭博士 是 他那條片是16分鐘 是 他說了4分鐘 之後 還沒到題 就停 接著那12分鐘 是全部在賣廣告的 即是出些話 喂 我屌你了 我就立即 get the idea 以後呢 我出一條題 好 大潔避 中南海屌你了 羊什麼 下一屆的總理就是他 question mark 大潔避 就是這樣做 接著 我裏面說兩句 今天呢 這件事都是很嚴重的 所以都不問過不講的 在適當的時候 我就再問問一些路由機 看看能不能夠掌握多些 還要他們收這封 是 連美國的情報都收不到 接著 接著我就在後面 不停賣廣告 不停出圖 我沒有聽到 但是呢 是有得分析 你問我 你說是否有人有些病呢 就像的 但是你說 說到他們 又說有名單那些 就真的有些太能勁了 喂 大哥 你連戒嚴也沒有 是吧 OK 好 我們先說回這裡 香港那些 我就不總結了 香港 其實兩金兩銅 當然好 如果用那個 金牌的數目來說 香港當然是好過上屆的 一金兩銀三銅 是吧 有些牌呢 我們預期他可能會有的 對很多 結果又沒有 對呀 比安波那些 譬如說 四強 就是他 四強那場賽事 誰知道北韓被人家 真厲害 然後 貴軍戰略輸了給南韓 那你又是沒得說的 就是別人是高過你的 那你後來鄧謝佩也是 就是 對著南韓的美女 那一隊 就是羽毛球 也是 這兩個 就真的 沒辦法 那很久了 上星期看風範呢 那個 叫做 鄭清賢 因為其中有一個站 拿第一 因為你 風範是 剁頭尾拿中間 其實李麗珊當年也是 沒有拿第一 反而李麗珊是 最後那一場 他拿第一 就鎖定金牌 但是之前 他不掉 就像他們玩 騎士小勝賽一樣 他不掉 又有第二 又有第四 又有第六 又有第五 他不掉就有機會了 鄭清賢呢 我上星期看 有一場拿第一 那就有機會了 誰知道又是這樣 因為奧運日期短 天氣不穩定 就取消了很多場賽事 那就變成了 你斬頭尾 你不夠 那個curve 不夠拉 那就沒有增牌機會 那是昨天最後 哭得最淒涼 李詩詠 就是 沒有辦法 因為他 其實二十名都算不錯 但是 那個期望高 都是下一屆 現在就不要說了 現在 不如說一下 就快又要說一下 不如你 要說一下 昨天由唱盃錢的 這個 前線吞好過 彭家產 你真是崩周到 你萬聯聯 這樣都拿不到錢 連個前線吞都拿不到 最好笑的 那條 奧娜娜 他還很囂張 十二萬 十二萬 那時候 十二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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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穩穩穩穩 發妝很難 很難 不漂亮 就是金牌 來了教大 讀博士中文班 哇 很厲害 他們 又可以去 拿這個 穩穩穩金牌 又下來讀香港 博士 是吧 他們會讀什麼呢 教大讀博士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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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位 教育學位的博士 好了 反而我想說一下 這一個 我最喜歡說這些故事 我出張照片給大家看看 這個巴基斯坦的標槍手 這個巴基斯坦的標槍手 很典型的一個巴基斯坦 就是 的運動員 他的樣子也有些氣勢 他叫阿賞 拉丁 叫他回來 拉丁 拉丁 在巴黎奧運 拆新新世界紀錄 和奧運紀錄 當然是 92.7米 神經病 帶來巴基斯坦 32年以來 第一名金牌 32年以來 即是92年到現在 92年的奧運 好像在巴塞 奧運 出身貧窮 年輕時 叫村民捐款 支持田徑運動 才可以參加 當他成為一個國際知名的田徑選手之後 巴基斯坦的國家 很嚴重 窮到竟然 他有一支 用了十年的標槍爛了 巴黎奧運來了 但是竟然 他的國家 提供不到一支 合乎國際標準的桿給他 你說是不是瘋狂 真的 真的 巴基斯坦是一帶一路好朋友 好朋友 我們都好朋友 好強大 我們都好朋友 很厲害 我們很多好朋友 萬加拉也是我們好朋友 伊朗 伊朗也有 北韓也是 他說 委內瑞拉 都多的 說說說說說 好了 好了 印度選手 都是一個宿敵 叫做Chopper 雖然是他的宿敵 但是也是好友 知道之後 就沒有落井下石 當然 反而是社交媒體幫忙發聲 OK 就借一支 和他借一支標槍給他 好了 而上一屆 Chopper 這個印度選手 就是奧運的標槍冠軍 這次你這樣去幫他的話 反而就輸了牌給阿勒典 OK 但是我覺得運動 第一 你拿國金牌 第二 如果因為你的對手 沒有練習槍 練習標槍來贏 他其實真的勝之不武 所以有時候 譬如我 九二大一 是啊 有時候我也會 譬如我支持阿仙奴 譬如對手 曼城 他說 那不是落敵股司 敵布尼 敵布尼 其實我不喜歡 我寧願他們在這裏 我輸了 大家練習過 就好過你這樣贏 真的 一定被人說 即是要搞黑哨 是啊 真是很不老 好啦 那 今次 立丁 是 立丁 是 立丁 現在贏的 應該是 是 是 特朗普說 其實他雖然拿到銀牌 他說今年年頭 他看到立丁 竟然 連標槍都沒有 他說對方在田徑牆應該賺到些錢 總之是這樣 應該有國家資助 安排贊助 於是叫相關部門登進 他一出聲 可能巴基斯坦的人出聲都沒用 是印度人出聲 大家知道這兩個國家 印度選手出聲 巴基斯坦的政府 你說是否窮到一個國家 一支標槍都沒有 我覺得未必是 但是官僚 除了國家資源不足之外 勒典小時候提出 投心田徑的時候 原來 是貧窮到一個月 只可以吃一次肉 他爸爸也表示 根本你們想像不到 兒子在什麼情況下 去掙扎才能獲得今天的成就 因為是全村人 去夾錢才買到第一雙去用的波鞋 就是你接田徑鞋 是吧 他說 全群 早年和同村的親朋職友 合力捐錢 他才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比賽和訓練 你想想像這麼窮的國家 還說要去不同的地方 比賽和訓練 你說 可能一張機票幾千港幣 對他們來說是很多錢 是吧 你說 但是你不出去 接觸外面 你哪有可能 有這樣的成績 好了 阿拉丁也曾經透露過 奧運之旅背後的新宣 他說他國家內 沒有世界級的訓練場 也沒有訓練設施 要去到最高的運動水平 除了是靠自己平台的籌操資金之外 所以他現在設立了一個平台 就是幫國內的其他運動員 他說今時今日競爭這麼激烈 如果你沒有世界級的設施 根本就不可以有好的成績 但是他先瘋了 他一定不會窮 32年以來 過了92點幾米 這些成績 為什麼我沒有去玩完賽 但是我小時候 因為是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有一隻團競機 你可能見過很瘋的 80年代出的 現在復古 有 十項全能 十項全能 很瘋的 譬如一百米 你們頭髮按鍵 有些人是這樣按 有些人刮 好了 標槍也是這樣 然後在準度 最適合的角度 一按按鍵 那個角度 你那個人衝我那麼厲害 那個角度 你才 喂 我們是 玩遊戲機才是九十幾米 平時在現實深刻 是七十幾米八十幾米 即是那時候的世界紀錄 現在九十幾米 那部電影是瘋的 有些人找個銀掛 啊 這樣 沒有那麼瘋的 好了 那鄉維原 鄉維原 鄉維原沒有那麼好說 這些常有 我不播片了 有條茂里 有個女人 鄉維原在哪裏呢 就是口岸 就是香港這邊的口岸 那整班港人搭巴士 應該是出市區 應該是 OK 好了 有個婦人見到 巴士呢 仍然有座位 還有有站位 但是前面的人 開始不走 其實不是開始不走 是有些人站在一個站上 於是他就想走上去上車 就被那個站長叫他排好隊 我先說 因為大家看片子 大家就明白了 話說是這樣的 一大堆人排隊上車 那有些人 排到自己了 可能那些瓶的味道 他就站在那裏 或者他想等一班坐位 或者他見到有坐位 或者有個別坐位 不是他那麼理想 他就不上去 又或者他抓住很大件事 他要站在 他想站在擺去很大件事 即是輪椅位 不是的 旁邊那裏被人站了 他便不上去 好了 但是 如果是所有人都停了 那這個女人 是排在後面的 那見到所有人都停了 他走上來 是不會有人折去的 大家明白了 不是的 不是所有人都停了 是有部份人停了 有部份人還在排在那裏 他就直接在車尾上 走上來 就上車 那當然 如果你被巴士職員 他會說 不要這樣欺騙你 這裏實現不好 是 不會派多士 是啊 其實 平時那些人怕多士 反正都真的還有位 就說 喂 阿車 不好意思 喂 還有人在上 你等等 其實通常這些環境 你不想走到後面 我們會怎樣呢 站在巴士門上 是 你明白嗎 等人上 上都沒有人上 你就上 這樣都沒有人說你的 你就不想走上去 好了 誰知道 誰知道這些阿姐 哎呀 你真是怎麼搞錯 沒有位就沒得說 大把位 為什麼不讓我上 阿姐 你有禮貌 好不好 說規矩 每個人都在排隊 你這樣走上來 哎呀 什麼事 真是臭氣 真是臭氣 這段影片就在這裏完結 其實呢 我就真是不明白 你這一個呢 你說是大陸婆 我不知道 我不敢說 可能是香港的 什麼人都可以 嗯 你老母 喂 每個人在排隊 你怎麼做得出 真是不知臭 喂 有時候 說真的 就算到現在 今時今日 譬如我 走過去 譬如說過關 不要說別人 說老婆 喂 過來啊 我都不會 很忍辱 我怕被別人說我 好嗎 好了 另外這個燒衣 燒衣不要緊的 但是這個婆婆呢 我們拍照給大家看 燒家衣呢 這樣燒 我就真的覺得 常識很奇怪 通常人們在地上燒 這些是慈禮師 你說這一個會不會燒 燒著那些草呢 當然會 不會燒到山火 又不會 因為在德國 它為什麼叫做智能師呢 它因為不用彎腰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即是有一個工作桌 你便站著燒 你便舒服一下 那便是智能師 喂 你真是香港地 我不知哪裏 又不知心水泡 各位 如果燒衣 其實我真的很建議大家要燒家衣 就算不光顫我們 都要燒家衣 即是報師 尤其是 我不知道 大家對這個 就是盂蘭節 其實呢 信不信都是後話的 這個 你再講一下 風水牛講講 我們都講得爛了 就是盂蘭救母 盂蘭盆節 什麼中元節 那些什麼都不重要 追蹤 其實來來去 無連救母 那它已經是慢慢慢慢 我覺得它這麼千八年來 就形成了一道 其實呢 不用說什麼 你近年 尤其是這個 特區政府 尤其是19年之後 即是疫情之後 跟著就 沒有了區議會之後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覺 很多 圓蘭城會是沒有了 很多啊 沒有了 大家我覺得是要做的 這件事 說真的 咦 哪有這麼理想啊 其實近年 尤其是說 我不會導人迷信的 它說香港現在 這樣的情況 都有關係的 OK 即是 咦 它沒得吃 你想得吃嗎 好 有聲音 有聲音